歡迎收看 好幾乎 好幾乎 我好幾乎 歡迎收看 來自今天是我童康 活人住陽宅 死者住陰宅 運氣差的小心住進凶宅 不要以為那個 有出過四的房子才叫凶宅 對 其實有很多的房子 本身帶有很多的煞氣 住進去以後 可能有錢也沒命花了 那如何逢凶化吉呢 我們也沒辦法告訴你 但是我們最起碼可以 幫你們的凶宅打卡 好 歡迎凶宅女王 大團地圖 艾亞把你的胸宅打卡 月光光 星光光 人民保姆變身毀容殺手 到底是什麼樣的邪孩生仇 讓執法者痛下毒手 可怕的不倫戀 絕對讓你嚇到最難 旅館發生大火死了八個人 只有掛上八掛鏡 才能夠保住一命 101居然帶有煞氣 大台北人都逃不過這股凶器 有 與我同心 你應該覺得 心裡輕輕鬆鬆 就讓我們一起 輕輕鬆鬆的踏上 今天的凶宅陰魂路 看歌是輕輕鬆鬆喔 輕輕鬆鬆喔 好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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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凶宅厲害了 他有利鬼 把房客趕走 而且呢 為了傷害更大條的 是什麼案件 這個案件待會兒說 但是先講這一個房客 這個房客是做木雕的 做雕刻 那他呢 到了這一個呢 房子一看 地下室很快 一般地下室都很大 很快 都要聽回來做他的工作間 他覺得太好用了 一樓做他們的起居幹嘛 然後底下工作間剛好 又不會吵到人 對 所以說那個中間 帶他去看的時候呢 他就... 看起來就滿好的 以為到地下室他覺得很滿意 但是奇怪 鐵鏽的味道 有啦 這個很正常 地下室本來就有一點霉味 那個霉味你一定以為 聞起來像是鐵鏽味 所以呢 其實它是一個霉味 你只要打掃好了 用什麼消毒水弄一弄 就好了 然後那個房客我們看一看 你送什麼 他說 幹嘛 他說 你有沒有覺得有人在看我們 他說好啊... 你可能很幸運 不要再裝神弄鬼 你這樣子以為這樣子就可以 再砍價 就可以把價錢再砍嗎 可是他覺得一直... 他真的房客一直覺得 有人在看他 但是呢 房租真的很便宜 好嗎 就租了 搬進去的第一天 他把這個行軍床 就搬到那個... 他工作間弄好了 然後呢 把這個行軍床 就放下去了 放下去之後呢 奇怪 他有沒有聽到那個... 那個... 他工具啊 鐵的工具 你床床的聲音 他覺得怪怪的 但是他以為他自己 可能是地下室空曠 還是幹嘛 他...不知道是為什麼 這樣 好了 但是呢 還能累了 第一天辦完家 行軍床一鋪呢 他覺得好好睡一覺 他覺得這個地下室 還滿...滿涼快的 高雄市耶 地下室還不用開冷氣 我跟你講 八月天 對 算是不錯的 對不對 晚上呢 鋪了床 就睡覺了 睡到半夜 奇怪 滾下來 他從來沒有從行軍床上面 滾下來過的經驗 奇怪 這怎麼回事 可是呢 他就覺得開始有點冷 不是涼快而已 是有點冷 然後他就覺得怪怪的 他上去拿一條被子下來 薄被 放在一樓 他就要上去 一上去的時候一看 不得了 他看到一樓的那個樓梯口 站了兩個椅子 兩個人影站在那裡 他一下呢 就滾下去了 滾下去之後呢 就把腳呢 弄傷了 給扭傷了 他抬頭一看 沒有啊 這是演花了嗎 是今天第一天搬家太累嗎 不知道 他就撐著 還是這樣爬... 爬到一樓 要去拿那個涼被 拿了涼被之後 要再回地下室的時候呢 奇怪 底下怎麼聽到 有那個剛剛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還是有 而且很清楚 就是這個聲音 配得真好 然後涼 然後呢 還有呢 那種呢 好像那個 我們打沙包那個聲音 砰... 就是那種你聽到那個砰 然後...這樣子 好... 他越聽就越恐怖 他想說 奇怪了 算了 不要下去好了 因為不曉得底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也沒有從來 從行券場滾下去的 這種經驗 他就在一樓 就隨便找沙發 就靠著 這個時候呢 迷迷糊糊之間 他就看到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人影從地下室呢 就飄上來 走出地下室來 他嚇壞了 他仔細再看清楚一點的時候 他看到兩個人的臉 是沒有臉的 就是血肉模糊這樣 然後... 他就嚇...驚醒...驚醒了 等天亮嘛 你知道 等到天一亮 趕快打電話給屋主 因為之前是仲介 但是他還是有屋主的電話 打電話給屋主 然後屋主就來了 他就跟他講說 你這房子是不是死過人 他說 你在講什麼 他講兩個人的時候呢 屋主房的心虛的 你哪在 你都知道了 這樣 原來真的死過兩個人 在那個房子裡面 這個房子呢 我不要再說假 這個房子死過這兩個人呢 其實這兩個女生啊 是女女的同志 其中一個呢 是毒蟲 以前是毒蟲 那變成了警方的獻民 那現在呢 畫面中看到這個呢 就是警察 這個警察呢 後來跟其中的一個女獻民 那個死者之一啊 他們因為 戚毒的關係 變成獻民 獻民之後呢 變成女朋友 兩個人變成情婦了 可是呢 這個警察呢 其實是有正常的 家庭 家庭的 而且呢 他是在屏東呢 非常優秀的一個 戚毒的天王 是 他一年呢 因為戚毒可以 記上百隻的家獎 他這個情婦呢 搬到了這個高雄的 這個地方來的時候呢 要跟他分手 是 但是他不願意 結果呢 他就跟了 從屏東跟到高雄之後呢 發現他竟然跟另外一個女生 在那個地方同居 所以呢 他打算呢 通下殺手 是 所以這個今天來是 他戴了帽子 戴了口罩 什麼 而且呢 他還戴了一個長竹竿 幹嘛呢 當他呢 到他們家的門口的時候呢 他 把監視器 往上搬了 往上推 所以前面就照到第一張 他的走近的身影 後面呢就照不到了 然後進去之後呢 他就埋伏在那邊 等到他那個女朋友出現 的時候呢 就開始 就問他說 你要幹嘛要跟我分手 一言不合 鋁棒拿起來就K了 K了之後那個女的 就開始往他的地下室跑 你往第二次跑出來 他拿出什麼呢 拔釘器有沒有 我們在拔鐵錘的 後面不是有一個拔釘子 那個 他拿那個就往他臉上就 整個樓梯啊 他打到他 腦啊 連腦水都跑出來 這個時候 另外那一個同居的女生 出來去看 跑到地下室去看的時候 結果被他發現 一不做二不休 把那個女的一樣 打到呢 他臉都爆掉 用那個拔釘器 把幾乎把他臉都毀容 所以現場你可以看到 血跡斑斑 這都是躺在現場 這個 警方去看到的時候呢 還有 這個就是 拔釘器打到他之後 用力過猛在地上手 刮出來的這個痕跡 這是屍體運出來的這個照片 這一支就是那個女棒 就是一聽到 砰 那在 凶器 在打的那個聲音 好啦 但是這個房子要怎麼解決呢 找到凶宅達人 凶宅達人的故事 凶宅達人就出現 是 來了 凶宅達人去的時候呢 一樣就是龜殼 就拿出來了 法師把龜殼就拿出來 一感應 他說走到地下室啊 整個龜殼都是濕的 就是我們之前講過 龜殼其實上面的屍 就是那個鬼的眼淚 而且是非常 而且是兩個人的眼淚 他說那現在這個怎麼破解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等判決 因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人不走 是 是因為他死不瞑目 還沒有看到這個 他的兇手 還沒有繩之依法 對不對 正義還沒有伸張 對 沒有錯 所以說就等 結果後來這一個警察 被判了兩個死刑 是 定業 拿著這一個判決書 去現場 在做個法師的時候呢 燒給這兩個利鬼 這個時候啊 整個天空本來 那個... 這個萬里無雲 晴空萬里 突然間晴天霹雳 在雨 霧雲密布 霧雲密布 下了一場很大的雷震雨 好像他的多年的怨氣 一下子全部發洩出來 他願意去投胎了 所以這樣子呢 化掉之後 才把整個凶宅 淨化 淨化乾淨 好 林正義老師 自從我們台北市 有了101大樓以後 當然國際文明啦 可是在風水上 有一個講法 其實在某些角度來講 對到101 其實是一個煞棋的 對 它是一個什麼樣煞棋 現在呢 目前呢 就是整個 這個地球的磁場 本來是OK的 但是我們現在弄了高壓電 那只要宇宙裡面 有一個γ射線 就是超過了這個能量 打進來 全球開始就在跑 跑到哪裡去 當然是尖端放電 就像台北市 它會先傳給101 101再傳給大家 那傳給大家 就不知道哪個大家 就是說 它就會有煞波 所謂的 在過去裡面 很多就是說 被這個101 這個波打到 家裡會出事 是 我講一個例子 這是在信義計畫區 那麼 就是有一棟大樓 這一棟大樓 不要講他的名字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影響人家房價不要 對 兒子呢 剛好從日本回來 他兒子在日本留學 可是日本留學很... 留學呢 他對日本這個文化很... 愛得很深 他去學什麼 人家是留學去可能學... 語言 語言啦 醫啦 反正正常是這樣 對 他去學陰陽師 屈北的 這厲害喔 學陰陽回來 剛好他家裡買的這個房子 在頂樓 頂樓還有一個小房間 那他一進來 他就跟他媽講 這個房子不乾淨 我得要... 清一下 幫你... 就是... 他就上去 每天只要怪怪的 他就幫家裡淨化 淨化就是撒鹽米啊 就是他也試一些法術 好啦 這樣撒了大概... 三年 大概OK 三年喔 三年 連續這樣 三年 他讓幫家裡清楚 很好啊 爸媽也覺得OK啊 怎麼小孩 開始有點... 常常... 就三年後他有點怪怪了 怪怪就是... 好像語言不太... 就是... 也不太... 像他在講話 媽媽發現有憂鬱症喔 有一天他就... 又跟他... 這個家人講說 今天... 怪怪的 我還... 我還去... 我還去驅邪 結果就上去 七點上去 八點... 九點... 十點... 怎麼... 就沒下來了 他家... 就是在最後一層 然後上面一個加蓋的嘛 他上...上去看 怎麼沒有... 沒有到處看 也沒有 虛魔驅到人失蹤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馬上回來 今天怪怪的 我還去驅邪 結果就上去 就... 以為走失了嘛 他... 他... 就是在最後一層 然後上面一個加蓋的嘛 他上去看 怎麼沒有 沒有到處看 也沒有 好 就開始想說 那是不是... 是不是走失了 還是說失蹤了 跳樓 看... 那個看... 看不到啊 沒有啊 周邊看... 看不到啊 就... 以為走失了嘛 就是報警 報警就... 找很多關係 就... 看看有沒有人能搜尋到他 手機什麼都沒有訊號 就不見了 不見了... 大概過了一個月 隔壁大樓 報警 上面引去 隔壁大樓 他們那個... 等於是個十一樓 所以隔壁大樓 那個五樓是沒有... 不能上去頂樓的 所以等於... 他等於... 掉在那個... 底下呢 就是... 也... 後來... 剛開始報警的時候 警察也來看 警察也看 沒人 為什麼 因為他的那個角度 掉下去的那個角度呢 剛好人沒辦法看得到 那鄰居就跟他講 他說... 這... 八年前... 就有一個女的 是外面的 不是我們大樓 就跑上來 就從那裡跳 他等於那個... 八年前的那個鄰 就地夫鄰 就一直在這一棟大樓 那他等於... 這個人也學了這個法術 他也看得到他 所以他去驅他的血 那等於中間的過程 他在驅驅... 驅呢 就被... 鬥書了之前就變憂鬱症 但是更嚴重的時候就... 你知道那個... 我去看那個... 那個上面還加防護欄 你不是說... 你... 不是女兒牆就可以翻過去 對... 不是女兒牆 他女兒牆再加... 再加鐵 鐵還加這樣血 就是你... 你一定要... 攀爬... 攀爬一定是很理智的 但是... 你是要去驅鞋 不可能掉下去 那... 這個問題當然就是後面 就是說家人希望我們去查 我呢...去到那個地方呢 我們要遺棄 我們現在... 沒辦法... 用天眼 對... 就是說我們人的磁場 我們地球的磁場是0.5高師 也就是... 單位叫高師 可是我們如果住在更高的磁場 尤其是到了超過3 然後到了15 就是阿飄最喜歡的環境場 有... 基本上... 你幹嘛 過了就過了 先測一下 這種可以公開示愛的 對... 會不會可以在你旁邊啊 那... 這個機器呢 基本上呢 就是查薩波從哪裡來 然後就帶這個去 就比如說我這樣掃 那每一個... 每一個位置來的波 的強弱會不一樣 它如果磁性一直在增加 就是表示從... 那個... 不及格的波從哪裡來 那... 不要隨便用這個 結果在上面查呢 查到它 就從101來 就是... 就是說它... 從101來 你看我幹嘛 指向誰就是... 瑞大哥... 就表示這個... 從這個位置呢 其實是... 不是我的位置 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 1.6 就是還... 有時候2點多 那老師往那個方向看看 會不會... 基本上... 沒有耶 你看有... 這邊是1.3 老師 2.7 這邊2.7 不是 你旁邊站了很多人啊 我要換位子 我怎麼看見你後面一堆人 不要這樣子 王彤彤 基本上... 太安靜了 太安靜了 趕快撞了 真的喔 你看 正煞 不要叫喔 我跟你講 你會成為... 你會成為正煞的老師 那... 基本上我在講就是說 那從... 大概從101那個地方 就打過來 所以其實在101這個附近呢 那麼... 那是不是我們離的比較遠 受的影響還比較少 我都還測過到 新北市 很遠 已經是到了 新電的三邊 都還測到101 可以打到哪裡 你要知道 它是最高的位子 從宇宙來的 有很多 譬如太陽風暴 鋼碼射線 這種射線 我們古代稱煞 我們看到入主101 101常常就是雲 黑雲 對 交互 煙蓋過 籠罩在上面 蓋過 那去101主持的 好像也都沒有什麼 呼籲蜜蜜 這個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到101 101的附近又有什麼 又有 向山隧道上面的那些 夜總會 那些夜總會 對 那中間有的是把它清掉 這不是把它清掉 但是有的沒清乾淨 你以為 每一個都會清乾淨 而且那個地域 在日據實在又是 又是刑場 對 然後那個地方 在101又是刑場 所以當年阿扁住的那一棟 阿扁也倒楣 難怪連旁邊的夜店 警察都會死在那裡 對 他就在 整個信義區 可是不是都看到101的房價 都比較高嗎 就是看到煙火 對啊 這是這種講法不一定要 風景好 對啊 我補充一下 剛剛林老師提到的陰陽師 是來自日本 對 跟101有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101 84層的總部 那一家企業 就是鼎姓衛家 曾經找過日本的陰陽師 那為什麼是陰陽師 因為他們在彰化永靜的主處 不是要把16公頃擴充成32公頃 那據我得到個獨家消息 他們在當初的整個主處裡面 曾經請日本最高段的陰陽師來 那陰陽師他怎麼布局 因為他後來他們古處裡面 不是種了很多那個家當樹 跟其他樹 就是第一個要避邪 但是晚上的時候 整個樹是黑的 所以他們又另外找個燈光設計師 在樹的後面安排燈光 那就會把陰跟陽展現出來 所以他晚上整個 魏家的主處是陰陽在一起 但是後來人家都認為 他旁邊那個什麼護城河 是那個水溝是黑的 就變成蛇煞 還有絕門煞 魏家的長輩以前到日本去 他們特別信奉日本的陰陽師 但是結果我看也沒有多好 是...好 妳家看得到101嗎 我家看不到 因為我住比較遠 地下室嗎 哪裡 我住淡水啊 難怪剛剛那個你... 我哪有你 你看得到吧 我 你一定看得到 你這麼身分尊貴一定住很那個 鬧天 你一定看得到 新北市 來 蔚德哥 沒人敢住的地下室兇宅 對...剛剛那個林老師 所講的這個 等於說薩波偵測器 跑新聞的過程中 我把野小鬼 到一個我轄區裡面 燒死了十幾個人的一個KTV 跟老師借了一個薩波的偵測器 去針喔 去針 就是我們就幾個社會記者無聊 無聊 那現場又都是廢墟 對 我告訴你 我這人像TT 我們那個連門都沒有進去 我們才到門口的時候 天啊 這麼大聲 然後繞旁邊都沒事 因為它是個電梯嘛 然後旁邊都沒事 它那個廢墟用門弄起來了嘛 就在門口而已 你只要轉到那個裡面的時候 就那個電波 異常電波 其實如果你講的話 阿飄或鬼 其實是能量的集合啦 它很可能是能量集合 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儀器 可以撤得出來 這些年以來啊 這個只要談到都庚 那個我們可以聽到 從文靈院 台北市的文靈院以後 都庚的難度會越來越高嘛 那從80%的屋主同意 一直要改成現在已經是90%的屋主同意 才能夠都庚 不過在新北市的這個都庚案的成功 促使這個都庚案成功的人 他的身分很特殊 他既不是流氓 也不是仲介坎高啊 那麼這個都庚的這個公寓呢 事實上它是二三十年的公寓 在我們台北市跟新北市 事實上類似這樣 需要都庚的房子有四萬多戶以上 四萬多戶以上 那麼一直都談不攏 有一天啊 有一戶人家 那麼他出嫁的女兒呢 因為跟先生吵架 那跟先生吵架了以後呢 通常會有一個 吵得不可開交嘛 我就回娘家 我把包包收一收 我就回娘家去住 是 可是這一次因為嫁吵得太兇 這個先生呢 在太太離家出走 要回娘家以後 也沒有來找 然後因為常常吵 所以女兒心情很鬱悶 就有憂鬱症的這個傾向 那在新北市的一些 比較老舊的社區 二三十年的那個社區公寓呢 這是一棟三拼 有幾十戶 滿大的一個公寓啦 這種建築物呢 通常在它的地下室是通的 可是跟一般的大樓不一樣的是 大樓的地下室 會拿來作為停車場 而這樣的公寓 它下面地下室雖然是很大 但它不會作為停車場 它沒有停車場的那個功能 所以呢 通常會堆一些雜物 其中有一個就是 專門在等於說 幫人家做裝潢工作的 他就把 因為你知道嘛 公寓裡面並不是很大 所以他就把一些生活的家 工具 木板什麼東西 全部都堆在地下室 那麼有一天呢 大概五六點 因為馬上要去開工嘛 要幫人家裝潢嘛 然後呢 他就到了地下室了以後呢 那他想說 反正那個太陽光還滿亮的 那我很熟嘛 拿了就走 他沒有特別去把那個燈泡給打開 所以呢 他就右轉 然後再左轉進去了以後 到了自己要拿的那個木板跟工具 他就彎腰下去拿工具 然後呢 旁邊的木板搬一搬 然後一轉身 就打到了以後呢 他就抬頭一看 兩隻腿在半空中這樣 原來啊 剛剛說的那個回娘家的那個 有憂鬱症的女兒啊 因為憂鬱症發作 心情不好 她竟然就在地下室上吊自殺 就吊死在這個 等於說裝潢工人的這個區域裡面 那也知道說 很可能是女兒不願意 因為父親住的這個 娘家住的這個房子 變成兇宅 所以呢 他就選擇到了這個地下室 這個地方啊 來上吊自殺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這樣處理 那父母當然是非常的難過 哭得嘻哗啦的 對 那也有找法師 也有找什麼 也有來處理 也有來這樣子 就離開了這樣子 也不知道為什麼 自從上市搬完了以後呢 這個燈泡常常容易壞掉 就是說你打開沒多久 就沒有了 就燒掉了 燒掉以後你再換一顆 還是燒掉 很難 所以後來乾脆 就到後來呢 我就不換了 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 我要拿東西怎麼辦 就拿手電筒 更可怕 然後其中有一位呢 要下去拿東西的時候呢 用那個先照一下 照前方看看有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 沒有 沒有 他就很高興 然後就往 他要去的一個地方去 老師不要配那個音樂 手電筒不要照我 然後 再照一照 手電筒再照一照 他就很高興說 好 你告訴我 我以心生暗鬼沒事對不對 他就彎下腰去 然後要照東西的時候 手電筒這時候 就往後面一照 一個女孩子就 這樣子 照掉的 對 就在他的屁股後面 看著他這樣子 然後他就 嚇一跳 衝出去了 你知道嗎 然後看到的人不是只有他一個 連那一個 不是撞到的那一個 也看到了 所以他的那個 等於說那個身形就像 穿著的衣服 就像他死的時候 穿著那個衣服一樣 就在這個地下室這樣 飄飄盪盪的 然後後來因為 你看到 我看到 大家會喘啊 然後本來都在地下室對不對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走上了樓梯間 走 然後呢 走上樓梯間 其中一個走過的時候呢 還跟他點個頭 他也跟對方點個頭 對方走到樓上才說 那不是死去的呢 你知道嗎 他才想到 沒有想到 那個女孩子不是死掉了嗎 沒有想到 結果 這幅 這個公寓裡面 我不是說有幾個人 不願意都更嗎 其中有一位 在開都更大會的時候 他堅持反對到底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政府官員 他認為都更的條件不好 他房子是租給人家的 他反對到底 都更大會開完了以後呢 就有住戶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先問問其他的住戶 地下室發生了什麼事 我告訴各位 當他第一次重新回到他的房子 在樓梯間看到了以後呢 他自己也簽名都更了 立刻都更 所以這棟大樓 這棟公寓全部的人 都從本來很多人反對都更 全部贊成都更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故事其實是告訴大家 因為其實他們也請過法師來做法 對 那麼很可能就是 在整個做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常常講地伏靈的故事 可能沒有把它處理好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才會 他的靈繼續留在他死的 那個地下室裡面 這個如果他拆了以後 他會重新磁場會改變 我現在這邊還好 台北市 我貼過 好的 火警的凶宅 這個造成那個鄰居 紛紛掛上八卦性 求平安 這是台北市過去歷年來 發生最大的一場災難 火災 那回顧到2009年3月凌晨的 大概兩點多的時候 這一間叫做大名社 大家很知名 那他在舊社區裡面 所以因為他是一個老房子 大概49年的一個老建築物 所以其實他的這個消防設備 什麼都不好 但那邊裡面那一天 凌晨2點45分的時候 其實發生火災 那我等一下請教林哲英老師 因為他發生火災是在二樓 有個叫106號房 這間房子 那這間房子是沒有房客住 就有台電風扇而已 電風扇開開關關 然後就電線走火 就沒有人知道是這個怎麼會有 因為沒有人住嘛 假設有人住的話 他可能使用不當 就這一間裡面等於說是 電風扇自己開開關關 然後就發生這個電線走火 那一燒出來很快 那當然第一層樓的 有幾個有一個在92歲的 是從苗栗上來 是一個廣播電台的一個業務經理 那他想說一發生火災 趕快跑出來 就沒辦法嗆死 那個火太恐怖了 後來有人在解讀 我也要問老師 那個火聽說燒起來 像鬼魅的感覺 是不是鬼火 有沒有這樣的火的形象 不知道 因為那個等於說電線走火 跟火是相關的 結果三樓住的是 三位馬來西亞女孩子 來這邊背包客 他們下一個行程是要到九份 結果 結果他們原本住二零零號房 就發現說燈已經 這個火災燈已經關了嘛 他們就走錯房子 趕快跑掉 走錯到對號到二零一房 二零一房進去的時候 剛好躲在浴室裡面 三具屍體在那裡 為什麼 火苗是從下面過來的 所以走錯地方 有一個是從四樓 他趕快逃生嘛 從四樓跳出來 就摔到三樓的什麼 撞到三樓的這個浙宇棚 再摔到一樓的停車場裡面 新聞上解釋說是 兩隻腿插在 這個汽車的後面的擋風 擋風玻璃上 兩隻腿插進去 總共後來去清理這個現場 來了大概二三台消防車 數台這個救護車 總共七個人死亡 那一個人重傷不治 那好啦 那這一間旅車現在是 還沒有改進 還沒有改進在那邊 結果有一天 他們很多人經過這個地方 因為他已經變成 沒有人敢去的地方了 經過地方 其實是明明是冬天 可是感覺上你很溫暖 感覺上還在燒 所以你等於說冬天去 你走過那邊 非常的暖的感覺 另外晚上可以看到 可以聽到女孩子 就是那幾個三個馬來西亞女孩子 的一個慘叫聲 而且這一個變成 台北市最大的一個靈異 就是鬼火 另外它的火的樣子 為什麼會有鬼魅的感覺 後來旁邊很多人 就是開始什麼 弄那個什麼 八卦鏡 八卦鏡到底有沒有效果 覺得如果是八具屍體的話 那個八卦鏡要怎麼去處置 才有辦法去抗殺 在風水裡面就是有一個算法 就是說有一派的算法 叫懸空 他認為是兩顆星球 如果是在這個位置交會的時候 就會在這裡會有無名火 所以他們稱吃油火 就是皇帝不是大戰吃油嗎 吃油 就像我們拿一個放大鏡 我們有經驗去太陽照下來 下面放一根火柴有沒有 就是類似這種這種效應 那我講一個故事就是 剛才那是在雙子星的時候 雙子星不是被炸了之後嗎 它不是出現了 那也是一個鬼臉嗎 那我們總統府那個前面 照上去也有一個鬼臉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 是一個廟 在北部的一間廟 有一天他請我去看他廟的風水 為什麼 因為他廟被燒了 那個廟的住址跟我講 他說老師你有沒有看過火蛇 蛇頭的死還是溜 溜溜 溜我 我們不是都說火蛇嗎 他說我因為那天是冬天 下著毛毛雨 下著雨 那我想今天沒有香客 那總是要去給神上個香 他就給那個拆聲店上個香 上個香他就又騎了摩托車 就離開了廟 他剛騎到牌樓就發現不對了 就怎麼裡面很亮 就是燒起來了 燒起來他說他回轉身一看 很快的速度把他的廟的神也給燒了 然後他說就像一條蛇 然後就捆到那個神的底下 神的底下有個洞 那個洞大概像電視 大概我們電視機二十六寸的 很小的一個洞 他說就吸進去 吸進去了 我就一直往裡面跑 你快點兒去 你快點兒去 這個洞 那把洞應該要去 你快點兒去 那這個洞 那個洞大概像電視機 大概我們電視機二十六寸的 很小的一個洞 他說就吸進去 一直往裡面跑 一直往裡面跑 我說那往裡面跑 不是廟燒就算 他說老師 我把兩億的現金 放在那個神的下面 兩億 重的樂透嗎 所以他剛才說有個樣子 鬼魅或是他是 火蛇進去 這個火焰其實有時候 我們做那個就是 有人做法會 就常常對著那個火 就是畫的時候就拍 經常可以拍到一些 對 像 奇怪的形象 比如說有時候可以拍到神明 然後有時候會拍到一些 什麼龍什麼之類的 那個都是同樣的意思 它是有一種靈 靈力在裡面 是 好的 接下來還有哪一些縣市呢 有請兄宅女王張愛雅 看看台灣地圖 愛要幫你 胸宅而躺 愛做人會斷魂 慘遭情殺的冤魂 竟然不用一走奈何橋 附在妹妹的肉身上 想要重返陽間 到分身案的頭顱 竟然長出頭髮 竟然長出頭髮 擔任神鬼偵探 過了一個離奇的懸賣 就不嚇壞了 擔陽不下屋 五年內死了六個人 巨嬰的胸宅 會讓你家運同時曬飯 康哥 要多曬太陽喔 我沒有出聲音 你也嚇成這樣 你會嚇到腰痛 好... 好了 接下來這個是台北市 你自己屁 貼好 貼好 好 腰力好 那個胸宅被害人留下 寫印記 這個就是很恨 這個發生在台北市的西門町 西門町 其實西門町 三姐妹在台北市 因為他們家裡面滿有錢的 然後他們西門町有一間房子 信義區那邊 他們家大概在台北市 有十幾間房子 那大姐 二姐跟妹妹 二姐自己一個人住在西門町這邊 然後有交了一個男朋友 那妹妹經常去找二姐玩 結果去找她玩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住在二姐西門町的家 因為家裡比台北市家的太多了 有一天二姐這個男朋友回來之後 妹妹在睡覺 然後就跟二姐感情的糾紛 很大聲 她就起來 就是到客廳去看一下 結果她一出來看的時候 這個時候 那個男朋友剛好拿了一把 生育片刀 往二姐的 往二姐的脖子就刺過去 妹妹剛好走過來 看到的時候 然後二姐的血噴 噴到妹妹的臉上 妹妹當場就下婚 就昏倒了 昏倒之後那個男朋友 把二姐殺了 自己也自殺 自殺 那當然等到消防隊員一看 是兩具屍體 她以為是三個人都死了 結果看到這個人可能還有救 趕快送醫院 送到醫院妹妹其實血溪一擦掉 她一點傷都沒有 死的是兩個人 她的二姐跟那個男朋友 好啦 但是這個時候 那一個妹妹醒來的時候 家屬來的時候 妳怎麼 妳還好嗎 她說 妹妹呢 妹妹呢 她就一直說她自己是姐姐 OK 她的妹妹在哪裡這樣子 那醫生跟她說 她一點傷都沒有 但是她這個精神狀態 妳可能要轉送到 某一家醫學中心 就請救護車就要送 送的時候要經過哪裡 經過北門 台北市的北門 當她經過北門的時候 那個妹妹突然間從後面 去把司機從後面這樣子掐住 她說不可以過去... 大家嚇一跳 司機在開車 她說 有鷹兵... 什麼鷹兵 就是有鷹兵把守那個北門 那其他人趕快 他怎麼回事 就認為他精神錯亂 把他趕快強制把他壓制之後 還是送到那個醫學中心去 去了那邊的時候 醫生說 這才沒辦法 不曉得他是什麼樣的情況 然後那個妹妹醒來說 我回家就好了 帶我回家 趕快帶我回家 家屬說 那醫生說 你還是把他帶回去吧 那你們多關注他這樣子 送到回家之後 妹妹開始自殘 開始拿刀刺自己 結果他就很害怕 家屬怎麼會這樣子呢 趕快用 把他綁起來 身體就綁在床上這樣 盡量讓他不要去 有自殘的一個舉動 對 好 這個時候 這個家庭本來很美滿 家裡也很有錢 現在變成二姐死了 那個地方變胸張 那什麼事 二姐來了 請二姐 請二姐先離開 和故事中的二姐有沒有關係 我們不能斷定 還是回到現場 繼續把故事聽完吧 真的是自己掉下來 我自己掉下來 真的會瘋掉 真的耶 不要 有嗎 有嗎 那這個家庭就變成 二姐死在凶宅裡面 然後一個妹妹又發神經了 是 怎麼辦 開始 因為還有他們人脈關係還不錯 東打釘西打釘 透過俊耀的關係又找到達人 達人去 達人第一個不是到凶宅 他直接到家裡面去看 那一個妹妹 妹妹到底怎麼回事 是 這樣子 然後法師一進到裡面 一看一感覺 他就從包包裡面 就拿出一碗米 然後就抽出一根香出來 點了之後插在那邊 然後就請大家 我們大家先出去 這個時候 法師就跟達人說 有趣了 他說 我為什麼剛剛點那根香 那根香是貢香 是很貴的香 是等於是賄賂這個天兵天將的 對不對 貢香是很貴的 他說 我不確定他們有沒有 附在誰的身上 但是... 但是 我感覺到他在這裡 他是要來收二姐的魂 可是問題是 二姐的魂跟他的身體 對不上 他很難下手 這個時候 妹妹在房間裡面 大呼大叫哭起來 不要讓他們帶我走 不要...這樣子 大家都衝進去了 衝進去之後 看妹妹在那邊 已經又在那邊抓狂了 然後他就跟他們講 現在我們大家統統退出去 就剩下達人法師跟妹妹 法師就在妹妹的耳朵旁邊 就一直跟他講話 講得很小聲 達人也聽不見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但是講... 講得妹妹開始哭了 開始哭 而且越哭越大聲 法師就跟達人講說 我現在告訴他 他其實... 他是已經死了 他應該不要再站著妹妹的身體 你要趕快去投胎的 那妹妹的魂呢 對 妹妹的魂呢 他就跟達人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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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告訴他 他其實... 他是已經死了 他應該不要再站著 妹妹的身體 你要趕快去投胎了 那妹妹的魂呢 對 妹妹的魂呢 還留在胸宅裡面 還留在胸宅裡面 法師說當男朋友刺下去的那一剎那 那個血噴到妹妹的臉上的時候 被嚇到 妹妹嚇到了 妹妹的魂 嚇走了 這個時候姊姊的魂 護在那邊 直接上了妹妹的聲音 所以他就跟他的家人講 現在這樣 天爺之後 你們八九個人 每一個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或親朋好友 每一個人輪流進去 一次只能進去一個人 然後把手呢 要就像這樣摸在他的頭上 然後跟他說 繼續鼓勵的話 不要害怕... 不要 要趕快去投胎 你如果越害怕 你如果那個... 姐姐是沒有辦法去投胎的 你要讓他安心起來 法師的意思是 要讓他把那個魂收走 因為殷兵不可能大啦啦 他想要怎麼收呢 只有給他一個機會 讓殷兵能夠進去把... 摸著他的額頭 把附在妹妹身上的 二姐的魂給收走 所以到了天爺之後 每一個人都進去了 進去完之後 傳播出來之後 法師趕快進去看 一看的時候 妹妹已經睡得跟死豬一樣 應該是...魂已經被收走了 這個時候法師說 趕快 咱們趕快去凶宅 所以他們就帶著妹妹的身體 一直趕快回到凶宅去 到了凶宅 法師從包包裡面拿出一支柳樹枝 跟他們說你們誰跟... 跟那個妹妹的感情最好 他說是二姐 二姐已經死了 再來呢 大姐 大姐來 過來 拿著大姐 你現在在二姐沉屍的那個地方 你開始畫 畫圓圈 但是你畫圓圈 你一直叫的是妹妹的名字 一直叫妹妹的名字 妹妹躺在旁邊 她就開始畫 然後大概所有人退到凶宅的門口 外面 開始... 叫妹妹啊 回來啊 妹妹... 妹妹本來是昏迷的 昏睡的 結果慢慢... 十幾分鐘之後慢慢醒了 醒了之後兩眼茫然 看著大姐 她說 大姐 我在這裡啊 二姐呢 法師跟她講 她這個失魂的這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呢 以後就明天開始 太陽一出來 就讓她...帶她出去 就是曬太陽 多曬太陽... 她呢 慢慢呢 就會健康起來 就會...就會回 氣就回來 對... 但是最重要 兄仔呢 要賣給我 後來... 對 他們還是...因為房子很多 他們就把那個兄仔呢 賣給了達人 算是答謝他 因為他把他的女兒給救回來 你還好嗎 你不要怕 這是血噴到 不是電視機 故事 下次要黏好了 沒事... 你會變電視機 好的 今天講的 這個故事真的是 連我們聽了都覺得很害怕 當然最恐怖的是 太好了 今天謝謝大家 好可怕 不要怕 什麼 頭胎人變自己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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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